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智 我知道关注我的朋友大多是年轻的上班一组 下班回家后只想做到快捷的饭菜果腹 酸菜肉片吃到半汤菜好吃不复杂 猪底鸡或者梅花肉切成薄片后呢 用生抽 料酒 蛋清 淀粉抓匀放一边 还有最重要的酸菜切断 小米泡椒也切断 几颗蒜头切成末备用 起锅下油 葱姜 泡椒 酸菜炒一下 激发出彼此的香气 再倒入开水 放下三分钟 让汤水变成金黄色的样子调个味 鸡精 白糖 胡椒粉 如果喜欢酸可以增加点白醋 再捞出来先放入碗底 再慢慢的加入肉片轻轻拨散 沸腾煮上一分钟就可以了 要避免煮得过久变老再出锅 杀点葱蛙和蒜末 干辣椒 零点猎油 鸡巴香气就OK啦 很像酸菜鱼和水煮肉片的结合 但没有复杂的处理和工序 很快就做好了 如果下班不知道吃什么 酸菜肉片请试试吧